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在人世间 终之奔波苦 一刻不得闲 你既然不是仙 难免有杂念 道一方两袍 把离子摆中间 多少男子汉 一怒为红颜 多少同龄鸟 已成了分悲烟 人生何极端 何必苦苦恋 爱人不见了 向谁去寒冤 问你何时曾看见 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 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 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作词 李宗盛 阿英啊 娘 怎么了 没事吧 没有啊 平常日子 你一大早就跑出去了 这两天 成天乖乖地待在家里 我倒反而担心 你有没有什么事啊 我跑累了 所以在家中安歇几天 这不正是娘 想让女儿做到的吗 真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就高兴了 我就怕 你又是在外面闯了什么祸 躲在家里躲着是不是 没有这回事 这几天哪 你吃也吃不下东西 话也不肯多说几句 嬷嬷还真是担心呢 原来是你向娘告的状 嬷嬷关心你 才跟我说的 我真的没事了 您不要疑神疑鬼的 好 没事就好了 走 跟娘吃饭去 你们先去 我待会儿就来 石叶 你留下 我有话要问你 是 这几天 你有没有看见天涯 那个混小子 你每天要我替他买药 我哪敢不去啊 他现在怎么样 身体好多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气色就跟你一样 脸黑黑的 好像憋了一肚子气 是吗 他有没有问起我 有啊 他问了什么 他问我 你是不是还在生他的气 那你怎么说 我说我不知道啊 原来这几天你是在生他气啊 我现在才知道 你别想歪了脑筋啊 是吗 你又知道我在想什么啊 你这个小鬼 然后又跑了 乱oger se 瞧你 又来了 娘 安英啊 你一会儿愁眉苦脸 一会儿蹦蹦跳跳 娘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呀 好了好了 没事没事 吃饭吃饭啦 走啦 娘 小姐 你每天跑到这边来听到主要 人家连一声谢都没有 还冷言冷语的 真的太不公平了 你唠叨什么 我是听你觉得不值啊 我的事用不着你来管 你还是进去吧 是 二姑娘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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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真是的 九天啊 叶姑娘跟天阳 是不是很好啊 是啊 那他为什么还带着叶红楼啊 我听天阳说以后有钱了 把他给熟出来啊 是吗 是啊 二姑娘 你看他们俩搭不搭配啊 你说呢 我看他们俩是挺搭配的 叶姑娘长得那么漂亮 天阳 天阳也好 把他们俩弄一对儿去 是吗 是啊 酒精 这个火快要熄灭了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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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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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卢妹姑娘 你真的要跟天阳去猜神啊 你别告诉李妈妈啊 我知道了 嗯 我早说过要淘红色的绣花鞋 你怎么弄了一对大红色的呢 你看看 像什么样 好好好 我替你拿句话 我马上拿句 你甭啦 李老爷在下面等极啦 待会儿我从旺江楼回来再教训你 这柳如烟又在发什么狂呢 还不是您这几天少一些花帖子 他还能不嚣张吗 小人得志 那个李老头啊 还给他迷魂了眼呢 今天啊 还说要带他去 汪家楼看龙舟下水呢 是吗 是啊 他啊 查了全玉红楼都知道了 卢妹 卢妹啊 刘大爷来看你啦 刘大爷 请 刘大爷 刘大爷 那天我喝多了酒 吓到你了 真是对不起啊 你哪会呢 请坐 请坐呀 卢妹 好好招呼刘大爷 是 这串珠子 送给你鸭精的 收下吧 啊 谢谢 哦 对了 今天龙舟下水 我带你去测出热闹吧 去吧 我有点头痛啊 不去了 翠翠峰透透气就好了 去吧 该不会再生我的气吧 这 这 那好吧 我要去望江龙那边看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你先去华厅等我 我披件衣服就来 好 那你快一点啊 知道了 刘大爷请 好好好 好好好 小翠 去帮我跑一趟吧 告诉天阳 你不去了吗 是啊 你就说我头痛得很厉害 下不了床 嗯 我要去看看柳如烟有什么了不起 哎 小翠 你上哪儿去 刚如梅姑娘 叫我给天阳哥 稍微口信 说 说她身体不舒服 不能见她 哼 那个死丫头 真是不自爱 还等那小鬼藕断私利 不是的妈妈 是因为天阳哥受了重伤 所以 如梅姑娘很担心她 好吧好吧 你去看天阳啊 哎 小翠 啊 妈 过来过来 哦 我教你跟她说 好 去去去去 哎 天阳哥 天阳哥 哎 小翠 你来了 你带如梅来了 如梅呢 她没来呀 嗯 这什么鬼女帮啊 走得我腿也痠 腿也痠了 腿也痠了 为什么 为什么如梅没来啊 她没空 她叫我来告诉你 她要陪客人去旺江楼 我陪你去猜神啦 真的 我骗你干嘛 要是你不相信 自个儿不会去旺江楼看一看啊 哎 你也该替我们如梅姑娘想一想吧 她陪客人出去哦 可是要打赏的 陪你去猜神 连教父的光钱还得自己付呢 你呀 就别等她了 我走了 她不找我 我去找她 这才像个女儿家 奶奶你又取笑人家了 嗯 这女儿家有什么不好的 你根本就是个闺女儿吗 哎 郡主 现在可以放心了 这女大师八变的 你看现在还是小姐 不是变得好可爱了吗 哦 你们连成一气的 哦 难道我从今就不可爱吗 哎呀 以后啊 你要能够像这几天一样 学刺绣学女工 奶奶就高兴了 好 我以后就天天陪着奶奶 可不能信口开河 要做到哦 嗯 哎 哎 这奇怪嘞 这一阵子 没看到洪雨萱来找你啊 我怎么知道 哎 这孩子挺不错的哦 嗯 他错不错跟我什么关系啊 哦 哎呀 与你没有关系好了 将来啊 有你爹做主 你说什么啊奶奶 哦 奶奶没说什么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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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奶奶 我累了 我要回房去休息了啊 哎 阿姨啊 可不能出去闯火 知道了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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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叫什么了 哦 小小姐 什么事啊 跟你说 那个酒精在外面说有事要找你 是不是天羊的事 可能是吧 可是他也没说什么 你让她一个人去参神 我让她一个人去干什么 你 你跟那个人说 怎么了嘛 她跟那个月姑娘 叶姑娘一块儿去的 那你去找叶姑娘好了 找我干吗 不是不是 叶姑娘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不要信她嘛 那是她说的嘛 后来我就跑到医护楼 去找那叶姑娘 叶姑娘说她一整天都有事 根本就没碰到田阳 那她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反正我说都找骗了 我找不到 小姐 她伤还没有好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还不快去找 抽意外啊 田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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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得我 你到哪儿去了 田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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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阳你得拿出来了 田阳你得拿出来了 田阳 打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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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得了田阳 你逃避了 田阳 我打得了田阳, 你逃避了 田阳 你怎么回事 你别看 你快点 田阳 好 好 hatten 天阳 天阳 怎么了 你干嘛 好 好 没死 他没有死 他没有死 来 快扶他起来 好 好 快去找大夫去 好 走 来 天阳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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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阳 天阳 醒醒啊 天阳 大夫 他醒了 你们是怎么搞的嘛 他内伤还没好 就让他到处乱跑 结果呢 还掉到山间里面 受了一夜的风寒 真是的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大夫 你赶快来想点办法 你想点办法呢 办法是有了 不过 恐怕就是华佗在世啊 也没有这十足的把握 把他从严为严那儿把命抢回来 完了吗 完了吗 大夫 你救救他吧 什么药材都没有问题 我 我给你 我给你钱 小 二小姐 这银子钱是少不了的 不过 这还得需要野山的人参 来提着他的珍惜才行 这个没有问题 我现在就回家去拿 二小姐 你别插嘴了 好不好 我给你们开个药范 不过这药范能不能救他的命 那就看他的糟糊了 好 来个灵灯 鞭医 生死有命 你不要管我 你不要乱讲了 你不要小看我月婴啊 你要我尖死不救 我是做不到的 这种野山人山 我知道你得来很不容易 不要管了 如果你还当我是朋友 你就先闭嘴休息一会儿 好 好了 这个 你们就照着这个方子去给他抓药啊 那么 那些个人参呢 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啊 然后放在他的嘴里面 每隔半个时辰 给他换一片子啊 哦 我们知道了 大夫 这是诊经 提提 好好照顾上啊 我先走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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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再耽误下去 天眼就活不成了 小姐 心里有数 还要你想别的办法了 好好好 你们这次评讲马贼 非常有成绩 继续努力 希望能够把他们一起 你们两个在这儿干什么 爹 老爷 大总管 是 带他们出去 是 二小姐 请发 爹 我进来 是想取些人身 救我朋友一命的 你先给我吧 等我回来 再跟你说 你唠叨什么 快出去 爹 心明有关 你先给我吗 大总管 送他们出去 是 二小姐 您请吧 爹 出去 这丫头啊 就叫她娘 把她惯坏了 我一定要去人身的 二小姐 您不要让我为难嘛 不要这样 爹 你听我说说好不好 你还吵什么 爹 你先把人身给我 等我回来 你再怎么罚我 我是绝无怨言的 你怎么了 要我在别人的面前教训你啊 爹 我们走吧 什么事 法子都吵翻了 参见君主 参见君主 奶奶 大人 下官告退 好 好好好 君主 下官告退 喜好 樊 你不觉得丢脸吗 娘 您不知道 这个丫头她 她简直是胆大妄为 她 阿英啊 她的本性存粮啊 要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你这样的辱骂他 就不给他留一点面子 可是 可是他上一次他欺骗我 他说娘需要长白山的人参 来凝身补气 结果他把人参拿到外边 送过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他不是坏人 他真的伤得很重 他快要死了 你救救他妈 我已经饶了你了 你这次也不跟我说一声 就跑到房间一来 拿人参 这跟头有什么两样啊 阿姨 真有这样的事情 奶奶 上天有好生之德 刚才我回来 本来是想向爹比明一切的 可是他又去了衙门没回来 我朋友的性命是拖不得的 你真是胆大妄为人 爹 奶奶 你们都先把人参给我吧 让我去先救我朋友的性命 等下我回来 你们再怎么罚我 我也是绝无怨言的 就看着阿姨一片好心 就把人参给他嘛 可是娘这怎么可以啊 就算是我去了嘛 去拿呀 好了 你先把他拿去 早点回来 我有话要好好跟你谈 知道了 奶奶 你啊 你不能这样冲 我说过我会教训他的 是 那小姐能够我吗 快点啦 还要去买药呢 快点啦 喝了再喝会醉吧 不要管我 雨萱别再喝 不要管我 雨萱 别再喝啦 这愿意也真是的 居然会将一个马贼藏在农舍里 还为他去退院账的人生 不要再说了 你这个人就这般死心 那个毛贼你已经放过他很多次 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 我看何不干脆派兵把他给抓了 既可断了二妹的青年 也可以将这个祸根给铲除 你说这什么话 难道你以为 月萱会被那小子残上吗 爸 难道你不担心 你也太小看我了 难道我需要跟个马贼尊锋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月萱这个傻丫头 遇上那个鬼机多端的小子 我看他会站在他手上 月萱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姑娘 难道她会连好歹都不分 既然你这么放心 干嘛还在这喝这闷酒 我 我只是担心月大人会责怪你 不愧的 月长大人一下最宠爱她的 刚才也不过是一时生气 何况有她奶奶在 最没事的 爹 娘 你为什么老是不知分寸 天黑的才回来 你说过了 回来之后甘愿受法 我现在就要给你点教训 太后 请假法 爹 爹 妹妹年纪小你就饶了她吧 况且只要是给奶奶知道 你打了她 那还得了啊 我就不相信 我这个做爹的不是教训女儿 拿快 老爷 你何必动怒了 虽然偷了人生 可是也是为了救活人家一命啊 虽然法无可诉 可是情有可原的老爷 老爷 你不要打小姐 你这个奴才 你还敢说话 都是你成年 陪着现在从外面乱闯 我先承罚 爹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要打就打我好了 你以为爹不敢打你啊 这事 娘 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娘啊 我说过 我说过阿英的事情 我会处理的 可是 又让你动不动动手 哎呀 这丫头她太放肆了 不教训不成了啦 我最有主张 阿英 告诉奶奶 你拿你爹的人生 去救什么人 他 他是孙女儿的朋友 他曾经救过我一次 现在他病重 我不想见死不救 奶奶不是常常教导我 说做人不能忘恩负义的吗 保安是应该的 可是你也不能自主主张 去拿你爹的人生 你应该事先跟他商量的 嗯 婴儿独心独断 不过现在已经知道我错了 知错就好 下次可不能再犯了 这件事情啊 就到此为止了 不要再小题大做 世言 裴小姐到屋里去休息 是 刚才差点被打得皮破肉烂的 二小姐 你以后不要再冒这个险了 谁让你乱长生的 要不是我拦着 爹的一股脑气 一定都发在你身上 你刚才还不自身难保 放开 姐夫 石叶你先下去 是 二妹 什么事啊 你知不知道 雨萱跟他太白都喝醉了酒 真的 你刚刚说要救的人 就是天阳那个小子 二妹 你不该把所有的精神 都摆在他一个人身上 雨萱告诉我 说他个把月来 你从来就不成好 跟他说过几句话 我跟洪大哥说话 什么时候都可以啊 可是人命半点耽搁不得的 要不是我连夜来的奔波 天阳早就活不成了 可是你也应该知道 雨萱对你是怎么样的啊 我很累了 这些事情以后再谈吧 阿妹 干嘛不可不可 在人家不够 活像鬼似的 活像鬼那你是什么 急色鬼还是秦深呢 你说什么 你自己明白 他已经不是我那么好惹的 你不要白费心思了 你想到哪儿去了嘛 我不过是想撮合 二妹跟雨萱而已啊 你有不知道 你按的是什么心肠啊 自个儿吃不到的天鹅肉 就送到朋友嘴边去 这样你就可以常常看到他啊 我不过是想成人之美 阿姨的事情啊 自有奶奶定量跟他做主 你啊 你还是把你自己的事情 管好就好了 我啊 放不上你来管 请石燕说 二姑娘为了你的伤 偷他爹的人生 给他爹知道了 也不晓得为难他没有 是吗 还是嘛 人家为了你都都 都不顾一切了 他爹很宠他 应该不会为难他吧 我哪知道啊 那大官脾气 反复无常怎么办呢 这又不是我说你 人家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都不关心人家 常常冷冷淡淡的 还常常说人家烦你干什么呢 我不是不感激他 不过有时候他真的很烦人呐 那要是换成是我的话 就不理你了是不是 二姑娘 怎么才好一点 又下床了 那个什么 大夫也是一大早来过 说他今天还不错 让他下地走走 是吗 九军说 你同你爹的人生 被你爹发现了 他没为难你吧 这个不要你管 你自个儿看吧 你看二姑娘现在好好的 不就没事了吗 真是 对啊 二姑娘 你们俩出去走走啊 我到厨房去打点去 出去走走 是啊 大夫说过了 让他出去走走 输精活血 去走走喽 怎么了 累了 不是啊 我在等你啊 用不着你等我 要不是怕你又倒下来 我老早已经跑得远了 这些日子真是麻烦你了 虽然有的时候你很烦 不过这一次 我的命是你救回来的 我应该向你说声谢谢 谁欠罕你道谢 我只是不能见死不救而已 是我自己多管闲事嘛 活该受你嫌弃 还陪你三点两楼的嫌弃我 愿意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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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姨 送给你的 拿着吧 算是我向你道歉 不要 既然你不要 那我就 你干什么 你不要 我就把他毁了 好端端的干嘛毁了他 你既然收下了 就不要再生我的气了 就这么不气了 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那你还想怎么样 我一下子也想不到 该怎么样的来罚你 这样吧 就算你欠我一个人亲 等我想起来了 再向你讨回 这 怎么样 你怕我要你的命 我才不怕呢 反正我这条命 也是你捡回来的 那就这么决定了 这个玩意是怎么做的 这个你们傅家小姐 是不会做的 这是我们穷人家的玩意 教我 你想学啊 好 首先要选草 阿姨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没什么 奶奶 你吃吃看 这个好吃 你骗谁呀 你看你 吃吃饭还不自觉地笑出来 哪有这回事啊 阿姨啊 你朋友的病好一点了没 好多了 你还没告诉我 你要救那个人是谁 她呀 她是瑜伽的女孩 有一次啊 我掉进水里 幸好是她相救 你要是乖乖待在家里呀 就不会平白出现那么多救命人 爹 阿姨在替你为福出巡 贪查民间疾苦呢 哎呀 我在教求阿姨 你不要插嘴嘛 对对 吃饭吃饭吃饭 阿姨啊 既然你朋友的病也好了 以后啊 你就不要老往外跑 多留点时间待在家里啊 哦 这明明是天作之合 却又跑出一个流氓来作梗 哎 相公啊 酒入愁长 愁更愁 我看你还是别喝了吧 这不关你的事啊 这个我知道啊 我闹了那个福气 让你这样子为我长嘘短叹的 哎 你 我什么 你这样子一直愁眉苦脸的 难道不是为了阿姨吗 你又撒什么野吗 我告诉你 你能够入约咱们岳家 是你祖宗姬的福气 你休想不安分 是是是 我是跟你们不匹配 那好吧 来 你又坐在这儿等 等到一个合心合意 门当户对的吧 来 你 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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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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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大人 洪大人 進來 洪大人 丁公子求見 請他進來 是 丁公子請 文昌啊 一先不在這裡 回家去看那娘去 不不 我就是專程來找您的 我知道有那麼一個天龍山的馬賊 藏在一個地方 在什麼地方 你先答應我 絕對不能追問窩藏他的人 也不能詢為各種原委 好 你說 他藏身在西郊越 怎麼會呢 那是岳大人的地方 洪大人不是答應過不追問的嗎 你現在馬上派兵去把那個賊人抓回來訪拜 難道那個馬賊跟岳大人有關 沒有 我怕 洪大人請放心 岳大人怎麼會知道 有那麼一個馬賊躲在他的地方呢 萬一岳大人怪罪下來 我可擔當不及 洪大人你請放心 那個農事還能修好 岳家也沒有派人在那裡開手 你先去把那個賊人抓回來 岳大人也不會查救那個賊從哪兒抓來的 你是他的女婿 你為什麼不直接跟他禀報 請他派兵呢 事不相瞞 正因為窩藏他的人就是岳家中人 我怕岳大人知道之後會大發雷霆 所以才請洪大人出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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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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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你們抓, 我自己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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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玉帥 月盈 你這個卑鄙小人 你這個卑鄙小人 你幹什麼 你別裝蒜了 我月盈有眼無助 看錯了你 那你怎麼回事啊 你心裡明白 要是天涯有什麼不測 我絕對不會饒你的 天涯 月盈 天涯 洪大人 在岳家農舍抓到的小賊 被童秋的馬賊認出 是余定依依的義子天涯 哦 這是大坡鐵蟹無秘書 得來全不費工夫 文昌 這是專對小賊 全賬你的消息啊 洪大人嚴重了 這亂臣賊子 人人得而誅之 我只不過是替天行道吧 好啊, 文昌 原是你通通報信的 玉帥, 我也是 玉帥, 你怎麼可以無理 爹 爹, 您放了那個小賊吧 什麼, 放了他 你瘋了你 爹, 他已經被築出了天龍山 不再是黑群幫的人 你做了他有什麼用呢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啊 哦 看來天涯大人 你對那小賊頗之一二的 爹, 你告訴我 你跟他有什麼邀請 我 洪大人, 文昌父親 宇軒跟那個小賊 絕對毫無瓜葛 呦 雨萱 雨萱 你聽我說啊 沒什麼好說 你這麼做就是獻我於不義 我這樣做全部是為了你好 我看得出來 玉帥跟那個小子 已經不是報恩這樣簡單一回事了 我的事我自己有打算 用不了你來管 我再不管的話 萬一玉帥在那個小賊 逮到泥族身陷不能自拔 而且我希望你能 你把我當作窩囊貝呢 還把月營當作糊塗蟲 還能不能看看個小賊 你 我的事以後你不要再操心 我是一般好意 好 以後你的月營的事 我殺手不管 爹 這麼晚了不去睡覺 在爹書房裡幹什麼 我有要事要跟你商量 明天再說吧 不 人命攸關 你先聽我說一遍嘛 等著我 你又惹了什麼事了 女兒有個朋友 今天被總兵衙門給抓去了 你跟洪大人討個人情 放了他嗎 他若非見非道 怎麼會被官府抓去呢 我再三地告訴你 不要跟那些不三不思的人 在一起 你怎麼就是不聽啊 他的出身 的確是馬賊 什麼 你居然跟馬賊在一塊兒 他不是一般的馬賊 他就是我日夜掛念 當年救過我一命的恩人呢 真的找到他了 他叫天陽 女兒認得 就是他當年救我一命的 爹 有開明洪大人 放了他嗎 他已經下定決心 改邪歸正了 所謂賊性難改 難得那麼容易 就改邪歸正了 再說國有國法 家有家規 他既然為道 必定幹過打架越舍 傷害無辜的事情 爹不能輕易幫過 爹 好了 不要白費屯舌了 爹 好 好 你们退下 我原本以为你有三头六倍 看来也不过是个窝囊费 真不懂月鹰 怎么会为你这个流氓帮这么多忙 看看你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连个凑药伴的都不如 还不是你那些手下弄的 去骂他们去 骂他们去 不要跟我欺皮笑脸 老实地告诉我 你曾经杀过多少人 抢过多少官家跟伤人 问你爹去 你打我 我不能打你 可以 不要提我爹 这些年来 如果没有你爹 我们能在登岚来去自如吗 你胡说你 我不会想起你的胡言乱语 月鹰他入室为生 才会想起你的鬼话 你们啊 你们这些无恶不作的道非 早就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不操生 我们该进入十八层地狱 那你们这些 假仁假义 欺上瞒下的狗官 不知道该进入哪层地狱了 我本来这脚也可以踏死 但是那太便宜了 你为什么不踏死我了 我说我不踏死你 我不会打下去的 我就是不打 我还是不打 你是无赖你 月鹰怎么会认识这种无赖 你这么晚了人还没睡呢 今天晚上老师觉得心神不明 我倒手 反正睡不着就起来念念机 怎么 这么晚了 你还过来 我也睡不着 有事吗 没事 这各把月 不见月姑娘来 她在忙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 让娘子来猜猜 你正在睡那儿的气对吗 你别瞒我了 我儿子的脾气 难道我这儿做娘的还不清楚吗 说给娘听听 让娘来听听你谁是谁非 娘 我从来就没有亏待过别人 怎么总是得不到应得的回报 现在 现在我还被人家误会成卑鄙的小人 所以你觉得很苦冷 是吗 雪儿 对人好是应该的 不要乞求有什么回报 被人误会 就当作是一次讨厌 我相信 只要你问心无愧 总是会真相大白的 这样还有什么烦恼呢 快快快快 来来哪 救命哪 小姐 你不要回来了 小姐 给我下来 怎么回事 我们进去看看 你不要管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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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死好了 小姐 你赶快下来 不要回来 阿姨 你这是干什么 奶奶 婴儿不孝 来生再伺候你老人家了 快扶你下来 怎么可以这样啊 阿姨 阿姨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奶奶 阿姨 告诉奶奶 是谁欺负你了 奶奶 我害死了我的救命恩人 我不想活了 我不想活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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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阿姨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还问 你是怎么教女儿的 该困不困 该言不言 你女儿都上吊自尽了 阿姨 到底怎么样了 阿姨 你干嘛要死要活的 你看看 把你娘跟你奶奶 呛成这个样子啊 奶奶 你干什么 回我的话呀 我问你 有仇不报废君子 有恩不报 怎样 有恩不报汪为人哪 说得倒是蛮爽快的 今天阿姨差一点不给你逼死 你就是不看的 你养于她一场的份上 你也该看我一直疼她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娘怎么会嘛 她是我们的女儿 我们怎么可能逼她去死呢 嗯 你们夫妻俩一个鼻孔出击 阿姨 告诉你爹娘 你为什么要寻死 爹 娘 孩儿不孝 但是孩儿对我的救命恩人 有恩不能报 还害她给官兵灼去了 他日必定会被杀头的 女儿有恩未能报 还害她惹来杀身之祸 世卫 我还有什么野面偷我在人世 都不如 阿姨啊 阿姨 阿姨 老爷 他说的那个什么救命恩人 到底犯了什么罪 可不可以网开一面呢 哎呀 他是天龙山的马贼 山里会娘被裸 就是他们那伙人干的 阿姨啊 你怎么跟这种人来往呢 娘 多年前我给马贼裸走 差点就丢了性命 就是这位小哥来把我放走的 现在 他已经被总兵衙门的人抓走了 你寻找他了 是的 娘 要是爹不放他 你就当 女儿当年已经死了 阿姨 好了 走 阿姨都知道恩怨分明的道理 你难道要逼死他不成 娘 他 所谓贼性难改 万一我把他放了 他日后又为非作歹 残害百姓 那我怎么向天下交代啊 天阳自小被马贼抓去 他当马贼也是为刑事所逼 我相信 他的本性并不坏 他当年救你可能是出于一念之人哪 可是现在事隔十年了 谁知道他没有变成一个杀人如马的凶徒 他真的没有杀过人 他没有杀人 他没有杀人 就算是有 佛家有云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只要他改好了 那不就成了吗 他能改 谁能担保啊 如果爹把他从狱中放出来 把他带回家中当溥役 严加监察 这样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能改过自新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的 扔他 都他 有时再承诺点 别让真的心改变 就让完美的誓言 守着你我的一份情 我无痴不怨 等着你给我一片甜 怕是有的情有的心 你不给 有谁等的海 飘荡还是微靠岸 你你惶惶的注定 只让你若共这一生 花不变不绝 梦传了每个日日夜夜 看望风听雨听过后 你会想起我 就像是海也没有变 请记得我唯一的缘 不想情深是缘还是缘 永远只能在梦里缠绵 就像海铁般的相恋 你愿活在你的思念 在这情深是缘还是缘 谁不信留给直接去斩铁 我不再以为是缘 只要别流传地认识 你一定了解 只是与你享受这个缘 不改变 不改变 就像是海铁没有变 请记得我唯一的缘 不想情深是缘还是缘 尽管只能在梦里缠绵 就像海铁般的相恋 宁愿活在你的思念 在这情深是缘还是缘 谁不信留给世界去斩铁 在这情深是缘